短短一寸百勺 可切制成薄如蝉翼的365片 线线均匀 飘如雪花 众人眼中的毒草 却能成为他们手里的良药 毒药能治病 但同时又有副作用 怎么办呢 传说中的头刀 还留下了哪些绝技 云南白药提示您 收看本期中华医药之 张邦传奇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中华医药 相信很多人都服用过中药 但是您知道吗 对于不同类型的中药 其炮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并且对中药的药效 也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白勺 为什么要切的薄如蝉翼 甚至一些剧毒的药材 经过独特的炮制之后 就可以变成良药 比如剧毒的马前子 为什么要用铜尿进行炮制呢 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 这些神奇的中药炮制方法 眼前这位老人展示的是 张树传统中药炮制的一种 短短的三分钟内 老人用特有的扎刀 将长一寸的白勺 切成了完整的365片 缺线均匀 照片片均匀 薄如蝉翼翘如雪花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白勺飞上天 就是清新地对它吹一口这个气 这个白勺就像雪花一样 飘散在空中 非常的漂亮 中陵云江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长期从事中药炮制作用机制 及影片质量标准的科学研究 对张邦中药炮制技艺的探索 他有进水楼台的优势 张树位于江西省中部地处干江中游 自古以来就有要不到张树不齐 要不到张树不灵的美誉 除了交通上的便利及适宜的气候条件以外 张邦传人一代又一代苦练的中药加工炮制技艺 让张树成为名符其实的药都 也形成了独特的派别张邦 在张树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山 叫做戈造山 那么戈造山也是一个道教的名山 最早就有很多的道士在那边炼丹 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我们可以说是中药炮制的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葛璇 他就是在戈造山上炼丹 对这个药材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 那么这样就使张树逐渐的成为了药材交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集市 一寸大约为3.33厘米 平均切成365片 每片厚度就仅为0.00912厘米左右 是什么原因 促使张帮传人将药材切得这么薄 难道仅仅是为了美观好看吗 夏虎村 坐落在戈造山不远的一个百年老村 眼前这位老人叫丁舍如 自小随爷爷学习张帮袍制记忆 如今年过六十的他 是张帮中为数不多的 可以将一寸白勺切成365片的传人 据丁舍如说 白勺飞上天是张帮中药炮制的点睛之笔 白勺片切得很薄 它这个薄就可以使它的药的有效成分 充分的跟水接触 可以使它的那个煎出的药质疗效提高 白勺它的性味是酸肝 它跟桂枝配合的话 就是桂枝汤的主要药物成分 它就会解肌发表的作用 那么它切得这么薄 就可以增强它这个解肌发表 治感冒的作用 那么勺药配治肝肠 它酸肝缓急 能够止痛 那么勺药切得薄的话 也可以加强它这个止痛的临床效果 使那个患者服用以后 疼痛很快消失 而且我们用白勺症痛的话 喜欢用大气量的白勺 这个切得薄啊 它的那个多 那个药片就更多嘛 这个临床效果呢 会更好的得到体现 白勺飞上天 木通不见边 陈皮一条线 拌下榆林片 肉桂薄肚片 黄柏骨牌片 甘草柳叶片 桂枝瓜子片 纸鞘凤眼片 无数张帮传人 一直遵循的这段古训 也恰恰揭示了 中药炮制记忆的精髓所在 我们说炮制嘛 一般做是三大类 静制 切制和炮制 那么张帮呢 在这些方面呢 也都是有自己的特色 所谓静制呢 就是把这个药材给它 要不就是分离不同的部位 要不呢 就是把它的一些 泥沙杂质去掉 那么在张树呢 有一个术语呢 叫做陡则 那么我们可以 从这两个字的意思上 也可以看出来 它实际上呢 就是把这个药呢 给它清理干净 同时把它挑选出来 那么这个是它的 这个静制这一块 切制呢 就是我们张树 这个切制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名 但在那个药材切制之前呢 它有一个必须的步骤 叫做润药 润药就是用水 或其他液体辅料 如酒 洗米水等 对中药进行洗 浸 润等处理方法 使中药 洁净软化 以利于切制的过程 张帮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三分的切工 七分的润药 这句话就说明了润药的重要性 润药是私物 润药是土地 润药是相当关键 关于这个药材的那个疗效 根据天气 我们张帮讲究 那个四季歌 就是四个季节 对吧 春夏秋冬 看天气 这个天比较密造 那个温度高 你就要时间 要大 那个冬天 下雪 是吧 那个时间要长 由于药材来源复杂 品类繁多 不仅性味功能各有所别 在药用部位 质地 及干湿程度等方面 都有差异 加上气候寒热 水温高低等原因 因此 要使药材润得恰当 必须因药 因食 采取合理的软化方法 太软 难云骗子差 太硬 伤刀又费力 就是张帮润药的经验所得 这两种药 一个是干草 一个是青皮 四发青皮 这两种药 不是同时 孕好 这个干草 这个天气 大概意思就是 三到四个小时 要把它捞起来 那么这个青皮 那个就是墙水 就是几分钟 就要把它起来 否则 你只把这个药效 全部流失了 由于药材 吸收了大量水分后 容易没变 因此 在合理软化的前提下 必须根据气温变化 及时切至晾晒 俗话说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张帮中药炮制 在不断总结完善的过程中 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传统炮制工具 主要工具有 闸刀 片刀 碾槽 冲波等 由以片刀 闸刀 面小 薄 轻便 锋利 被称为张刀 可以说 这些工具都是因药而生 张帮传人 根据祖先长期总结的食药经验 对于不同种类中药 采用不同的工具进行切制 我们说刀的切法有很多种 比如说这样的切成片的 我们是叫它横切或者是纵切 那么这样切出来的是那样的一块块的片形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切法就是斜 那么这样斜切出来的就是斜片 斜片当中根据它那个药材的形状 它不同 它可以切成不一样的斜片 张帮切制最讲究刀工 刀工最好的被称作头刀 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丁舍如 从小就跟爷爷练成了一手好刀工 你想我爷爷压着头刀 从我爷爷这一态到我这一态 这个吃中文人就很少了 是吧 真正加工炮制的 我这一大家子就是我一个人 现在还在坚持 据丁舍如说 张帮切制有各种规格和形状 大致可分为十三种类型 像白勺这样用炸刀横切成片的叫做圆片 比如说张帮有一个特制的片 这种指甲片是用片刀切制而成 属于横切中的一种 据钟宁云说 这样切制的指甲片不仅可以使药材的疗效更好 而且也非常美观 厚普切成指甲那么大 也是使它的药充分的跟水 我们煎药的水融合在一块 切出面更大更广 使它的有效成分更容易煎出来 那么厚普它主要作用 它是干苦温的 它有形气宽中 调畅气机的作用 那么厚普是我们中医当中 用来治疗腹痛腹脏经常用到的一味药 我就用过就是一个病人 他到了午后老是感到肚子脏 那么厚普能够行气宽中 乙气消脏除满 所以就告诉他用厚普单位药 单位一味药煎水喝 喝了两天以后他肚子就不脏了 所以这个厚普它有比较好的 这个行气宽中的作用 我们临床还经常看到一个病 霉合气啊 就是咽喉啊 有东西梗在那里 吞又吞不下 吞又吐不出 中医称之为霉合气 我们也会经常用到厚普 厚普三五汤 也会经常用到厚普 都是取他这个行气 理气的作用 丁舍如告诉我们 像厚普一样的植物皮类药材 除了切成指甲片的形状之外 还可以切制成骨牌片 黄白骨牌片就是张帮切制的右翼杰作 首先把它润透了之后 然后切成这样的一小块一小块 然后再把它片成这样的薄薄的一片 这个呢我们就称它为骨牌片 这样切制的骨牌片属于纵切中的一种 就便于在煎药时 让药材充分接触溶剂 使它的药用成分更容易煎出来 对于甘草这样的根茎类植物药 常灰的切制是切成比较厚的片 或者一段 张帮炮制却赋予了它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柳叶片 属于鞋切中的一种 如果是这个药材它本身比较细长形的 你把它切成鞋片以后呢 它看起来就像柳叶一样 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 那么如果是相对来说 你那个刀啊 它那个刀的那个角度稍微有一点不同的话呢 它可能切的那个斜度呢就比较小 然后它切的那个斜面呢也会比较小 那么这样切出来的 比如说像切柜枝 那么这样切出来的呢就叫做这个瓜子片 就像我们瓜子一样的那比较小的那种鞋片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块头比较大的 那个一些根和根茎类的药材 比如说像大黄 如果它是切斜的话呢 它切出来的那个鞋片呢又有一个名称就叫做马蹄片 那么这个呢其实都是根据它的这个药材的不同的形状啊 那么用斜切的方法呢 切出来的不同的银片 那么像我们这个柳叶片 张邦啊 它比较比较多的切那个柳叶片呢 像这个黄芪啊 干草啊 都是切成这个柳叶的形状 我们称它为这个柳叶片 干草柳叶片等等 别看丁舍儒上了年纪 但眼前这些体力活完全不在话下 据丁舍儒说 年轻的时候 这些动作每天都要重复几十万次 如今上了年纪 村里人都会过来帮忙 邻居鲁春梅 正在做的叫水饭丸 我们常常会用到的 货香蒸气丸 就是这么做成的 您肯定没想到 这一粒粒大小均匀的丸子 就是这样筛出来的吧 据丁舍儒说 打它济世起 村里很多妇女 就会做这种丸祭 其实做法很简单 先在筛子里抹上一点水 然后将事先捏好的丸子雏形 放进里面 撒上一些药粉 用力筛至 每粒丸子大小均匀 仅时为止 鲁春梅需要重复这个动作半小时之久 才能完成 质虽烦 不惜功 是张帮传人对待中药炮制的态度 这是常见的橘子皮 一味道地药材 对于它的炮制 需要用到另一种炮制方法 简制 它跟这个就是它那个丝花青皮的那个形状 还是有关系的 它本身呢 是把它剥出来以后啊 它就是像四片花一样 然后切成这个三角片呢 就比较符合它本身的那个形状 然后那个切完了之后啊 切成这个三角片之后呢 在张树呢 还有一个特有的工艺 就是要把它运平 因为它本身作为皮类 有点翘 边缘有点翘嘛 它把它压平 压平晒干了之后呢 看到的呢 就是一片一片的三角片 也非常的美观 自古以来 对于道地药材的炮制 张帮传人一直在精益求精 这也是张树中药炮制 可以独树一炙的原因 冲锅 碾槽 可以将一些外壳坚硬的中药 剁成碎片 碾成粉末 解决了切至无法完成的工作 张帮中药炮制 素有数尊奇博 法效雷公之讯 在这片充满着未知和神奇的土地上 还有哪些炮制方法 在生生不息的传承着呢 云南白药提示您 继续收看中华医药之 张帮传奇 除了精心切制的各种中药 传说中的铜尿泡马前子 是不是真实存在啊 古人是如何将一味毒药 变成良药的呢 憋血柴虎 豆腐珍珠 这些传承千年的炮制方法 对于现代人 是否真正有效呢 蒋小敏 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基础学的研究 每天经他手开出的药方 都会用到大量的中药 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需要用到一些有毒的药 像大毒的药才有治病的效果 像那个马前子啊 雷公藤啊 乌头父子啊 像这样的一些药 它都是有毒的药 但是这个毒药能治病 但同时又有副作用 怎么办呢 我们张帮的这种炮制方法啊 就是这种毒药 变成了我们治病的领药 而且没有了毒副作用 或者降低了毒副作用 提高了临床效果 眼前这位患者余女士 今年53岁的她 患风湿关节炎十多年 两边哦 这边弄完了 这边也很轮着过来的 就是对称性的游走性 长期的关节疼痛 让她几乎丧失了工作能力 有的时候痛的时候啊 就是无法形容啊 就是痛得想死的那种 我还开始问了 我说是不是得了拐呀 一开始是她丈夫背着她来的 她完全不能走路 关节全部都肿大变形了 关节都肿大了 那么她不能用西药 为什么呢 一用西药她又过敏 副作用很大 那么来的时候是哭 一边哭一边讲症状 她特别担心自己万一摊在床上怎么办 江小敏询问了病情之后 写下了药方 这其中就有大毒的雷公疼 这个雷公疼一吃下去 就是症状就是很快就消失了 就很快就那个不红肿了 那我停了一个星期 在第二步因为吃这个药 就是说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他就说反应不一样 那我呢吃了以后呢 那个就是说胃啊就受不了 这种经过炮制的雷公疼 虽然让病症得到了缓解 但是余女士的胃却不舒服了 难道是毒药所致 那么用了一个星期以后 她的这个疼痛就消失了 用了两个星期以后 她的肿就没有了 因为雷公疼毕竟还是有毒 然后我们就用我们张帮的这种白勺 脂肝草替代这个雷公疼来阵痛 巩固疗效 后面她关节疼痛症状完全消失 据蒋小敏说 像余女士这样胃痛的现象 属于正常情况 中医治病讲究因人而异 根据病人治疗过程中的反应 需要及时调整药方 我们讲这个雷丰官 不容易根治 但是可以明显的缓解良效 就是使病人临床不痛苦 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治理 甚至正常的工作 像那个马前子 雷公疼 甚至父子 都有这样的 这样有毒的药 都有这样的症痛 抗风式的作用 张邦在长期的继承实践中 将祖先的经验 各派的成就 按药物性能与临床结合 独创自己的一派风格 对于每种中药的炮制 都做到药为医用 药为病用 剧毒的雷公疼 在经过炮制之后 让这位于女士 长期的风湿性关节炎 得到了遏制 那么对于这一类毒药的炮制 又是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 不过丁舍儒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 那么严阵以待 反倒是叫来了 村子里边的一些小孩子 对着木盆里的马前子 尿尿 这又是为什么呢 马前子 别名翻木鳖 在《本草原始》中 是这么记载的 为苦含大毒 据钟灵云说 马前子毒性非常强 凡是碰过他的工具 都得消毒 属于国家管制药 张邦对于马前子的炮制 非常传统 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那么我们说这个尿泡马前子呢 它有个俗语叫做制服水 就是专门指的是张邦的 这个尿泡马前子 而且这个尿呢 还不是随便什么尿都可以的 它必须是那个 十岁以下的这个男童的铜便 丁舍儒告诉我们 这是张邦炮制 马前子的关键一步 先用铜尿浸泡 马前子七天左右 然后再用清水 漂洗七七四十九天 但是 为什么要用铜尿浸泡呢 它的那个毒性呢 是水溶性的 所以溶解在小便当中了 这样就降低了它的毒副作用 而铜便本身又是一个中药 铜便它有 中医认为它是血肉有禽质品嘛 能够补充集体的阴液嘛 铜便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活血化瘀的作用 而这个马前子 它大多是用来治疗风湿病嘛 它去风除湿 那么加上活血化瘀通过 所以它能够提高这个 用马前子治疗 风湿性关键炎的一些临床效果 治虽凡不息功 在炮制这种药的过程中 得到了充分体现 经过浸泡调洗之后 丁舍如需要叫来四五人一起帮忙 将马前子的外皮刮掉 然后进行切至晾晒 直至白色的马前子片 晒成这样的黑色才可以入药 它的那个作用 我们倒是做过一些药理研究 发现它作用还确实增强了 就是比那个 就是常规的那个炮制的 还有比那个 这瘦的当然了 一般有毒性比较大 我们用的比较少嘛 那么比如说 砂糖啊油炸啊 它的作用可能 还是要强一些 就是从药理作用这块 一些药效指标上来看 它是在这个 这方面的药效作用 是要强一些 同时它的毒性又下降的 还比较多 就相比较而言 毒性下降的也比较多 就咱们这常见的 在钟宁云长期的调研中 发现中药炮制 对于辅料的选择相当关键 所谓辅料 就是在中药炮制中 具有辅助作用的附加物料 它对主药可以起到协调作用 或增强疗效 或降低毒性 或减轻副作用 除了尿泡码钳子中的铜尿外 张邦炮制 还有很多经典的辅料 比如说像这个 憋血柴虎 柴虎呢 一般来说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常见的是醋 醋来制柴虎 那么醋制柴虎呢 是增加一个 它就是把这个醋瓦盒这个柴虎拌于闷人吸尽之后呢 再给它炒干 那么让醋能吸到这个柴虎当中去 它主要是为了增强这个柴虎的一个疏干解育止痛的作用 但是呢 在张邦它有一个特别的品种 它就是用憋血 柴虎别名帝勋 性胃苦 微寒 张邦对于柴虎的炮制 为什么放弃便宜的醋 而选择昂贵的憋血作为辅料呢 憋血对于主要柴虎又有哪些辅助作用呢 柴虎呢 中医认为它有结肝因 就结伤肝因 因血不足的女性呢 服用柴虎以后 可能就会导致肝血不足 肝因不足 这是它的副作用 那么我们张邦套制柴虎的特点呢 它是用憋血来监制柴虎 那么憋血柴虎不会使它那个退热作用降低 反而会增加 因为憋血也是阴性的 也有退热作用 同时又不伤肝因 所以我们说张邦的这种炮制手法呀 可以增加它的临床效果 而且减少它的副作用 制作憋血柴虎的过程相当复杂 首先需要取到憋的新鲜血液 然而这憋血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取到的 经过丁舍如和邻居一番斗诱 这只鳖终于伸出了头 取到憋血后将柴虎浸泡其中 让柴虎充分吸收憋血 可以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 再将柴虎放到铁锅里进行翻炒 我觉得可以 所以这个工药来讲 这加工炮制是很港旧的 这个主要是斧头 可以了 中药炮制素有数尊齐薄 法效雷弓之训 炒黄的药黄而不浇 炒炭的药 焦而存性 是炮制憋血柴虎这类重要的准则 别血柴虎 我们在临床上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别血柴虎我们用它主要是一个体质比较消瘦了 应许火旺的人 因为必须得用柴虎退热 但是又怕它有结伤感应的作用 我曾经治疗一个肺癌手术后的患者 因为他做肺癌手术嘛 就是出血 也导致那个血本身血就不足 体质啊就是那种血虚的 然后他又有从手术后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来就诊了 二十多天 体温一直高达三十八度 甚至三十九度 每天烧五到八个小时 那么必须得用柴虎 又怕它伤那个肺和肝阴 我们用柴虎的时候就选择了别甲柴虎 看到三包药 这个犯者告诉我 吃了第一包药以后 它就只烧了四个小时 而且从三十九度 这第一包药以后就退到三十八度 那么吃第二包药呢 就只烧了三个小时 体温是三十八度一 吃第三包药 体温就三十七度一了 而且只烧了一个小时不到 就退下来了 剩下的憋肉也不会浪费 憋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而且是一种用途很广的滋补药品 为了靠劳过来帮忙的邻居 丁舍如不仅将憋肉做成美味 还要特意制作一道滋补药膳 这可是丁舍如的拿手好戏 西洋参 黄旗炖鸡 做法虽然简单 但据丁舍如说 早在他爷爷那辈人 就开始食用这道药膳了 将新鲜的鸡肉洗净剁成块 放入锅中 再将少量西洋参与黄旗放进去 小火慢炖 一小时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丁舍如精湛的刀工 在生活中也发挥了作用 短短十多分钟 一顿丰盛的午饭就准备好了 中饭过后 我们从丁舍如口中得知 当地不仅中药炮制很出名 这格造山一带的中草药资源也很丰富 这个张树它本身自然的气候非常的好 四季分明 所以也有利于植被的生长 那么像我们现在经常用的一些中药 当归 还有紫苏 切一枝花等等 都能够在各造山上找到 这是紫苏 紫苏 紫苏我们一般用 它的叶子也能用 它的种子也能用 对吧 紫苏叶 这个是辅长的植物 这个是辅长的植物 我们用的是它的根 对 它这个采集的话大概是在几月 这个长年都可以采集 这里有一种 这是钢板龟 这是钢板龟 它那个上面有刺 有刺 它也是治疗肝炎的 这要肝炎的 对对 那咱们村子周围的那个村民 它会用这里的那个草药来治病吗 会 会 会 我们是幼都嘛 离村子步行就几分钟的路程 方圆一公里内 我们找到了十多种中药 不愧是丁舍如口中的药都 据丁舍如说 正是这里种类繁多的中草药 才衍生出如此多的 张帮炮制技艺 丁舍如告诉我们 还有种炮制方法 对于经常用到珍珠粉的女性 一定很感兴趣 并且做法相当简单 准备好珍珠和几块豆腐就可以了 在过去 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护肤手段 大多只能用珍珠粉来养盐 那么这坚硬的珍珠 怎么用几块豆腐就能制成粉末呢 豆腐制珍珠 这个也是我们张帮的一个这个 炮制的特色 因为这个珍珠 我们都知道它有这个 养心安神啊 另外还有美容啊 都有很多作用 它在做药用的时候呢 很多它会要用珍珠来做药饮 或者是在很多药里面 也有这个珍珠 但在古代的时候呢 这个珍珠都是这个天然的 然后是作为很珍贵的首饰 那么这个珍珠呢 当它要做药的时候呢 它就可能呢 就如果你是做首饰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很多 比如说人佩戴的 会有一些油脂啊 有一些不洁净 不洁净的这个东西在上面 所以呢就需要通过用这个豆腐 那么把它这个 制了之后呢 一方面呢 它那个油脂啊 可以很好的去除 另外一方面呢 它又可以制了之后呢 这个珍珠它就会质地呢 会变得比较酥脆 酥脆之后呢 再去用手来粘倒的话呢 会比较方便 所以呢 这个是豆腐制珍珠 它的一个这个主要的作用吧 制作的时候 是珍珠数量而定 先把珍珠镶在豆腐当中 再用另外一块豆腐盖住 并用牙签或竹条进行固定 让珍珠尽可能的浸泡在豆腐中 将封好的豆腐放入锅中 煮两到三小时后 捞出来豆腐晾凉 取出珍珠 用葱剥盐成粉末 就可以入药了 在临床上 因为用豆腐去蒸嘛 加强了它这种清新火呀 正新安神的作用 这个豆腐珍珠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用来治疗 心烦生眠 烦躁不安 又睡不着觉的病人 用这个豆腐珍珠 就比普通的珍珠粉呢 效果要更好一些 曾经我看过一个 生眠的病人 他二十多年失眠 长期不得好 而且反复发作 那么最近这个星期呢 因为那个 自己就是跟爱人吵架呀 烦躁啊 胸闷啊 睡不着觉啊 症状加重 所以来看的 那么一开始来 他也没有信心 他都跟我说 他说我这么多年的 失眠脑毛病了 他说能不能治好 我说你试试看吧 给他开了 那个中医的一个方 解育安神汤啊 里头就有这个 豆腐珍珠 我们就跟他夹了这个珍珠粉 那么吃了三包药以后 病人明显感觉 这种心方 反照不安的症状 没有了 接着他那个睡眠也改善了 再来一个星期 巩固疗效 随访到现在 效果都比较好 就没有复发了 千百年来 中医在中药的炮制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和加工经验 除了张帮之外 金帮 川帮 建昌帮 也都各具特色 中国地缘广大 气候 物产 以及人群体制 存在明显差异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炮制方法 成为我们后世子孙的宝贵财富 今天的节目 可能让好多人 对中医药的看法 有了一些改变 简单的切片 不仅让外观漂亮 更蕴含着药效发挥的大道理 常用的几块豆腐 不仅可以将坚硬的珍珠 炮制的酥脆 而且让珍珠的药效发挥到了极致 这些看似简单的方法 凝结着中医智慧的结晶 更是花夏子孙的福音 好了观众朋友 这期节目到这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好